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个安福路小公主啊 这个事呢,就是说很多人都在关注吧 就是说,大家一开始以为是个男网红啊 就是穿着这个裙子啊 大家都是以为就是说可能不太正常啊 以为它是流量和热度 穿着这个到处走啊 到处走,很多人第一眼看上去啊 也会非常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中年男子喜欢穿的这个洛丽塔小裙子在街上走啊 结果呢,后面有人就是曝光了他 就是因为他就是妻子,就是说喜欢穿这个裙子 所以认为纪念他的妻子啊 所以就打扮成妻子喜欢的样子啊 虽然就是说有点离谱啊 但是这个解释吧,还有很多人遭到了这个质疑啊 由于他经常出现在上海的安福路啊 被网友就是称之为这个福安路这个小公主啊 随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把这个曝光了 有人说他毕业于真名大学啊 就对于服装设计专业啊 有人说他就是这个名下的十套房产啊 然后用这种用药啊 所以才就是出现长胖嘛 但是就是不过最近就是他接受了一个采访啊 就是说回答很多人的疑问吧 其中就是不想被人弄得人见皆知吧 但是自己也没办法啊 因为这个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太快啊 这次采访呢 因为就是说朋友的缘故啊 后来就是自己确实这个外表没那么美啊 但是自己这个心里美 内在美就是最美的 随后就是还拿出了小公主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我都不说这张照片拿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被人镇定到了 看上去就是一个如此美女吧 竟然就是说到了中年呢 就是发福到这种程度啊 小公主那个时候就是大约是一百斤左右吧 就说现在就是大家有点就是难辨词询了 其实他也就是承认自己根本就是不是什么知名服装设计币啊 自己就是学的是酒店管理啊 然后自己每天就是日常就是吃吃喝喝逛逛街就回家了 不过对于这个服装穿大呢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呢经常在上面啊花费很长的时间吧 就是说就是回应了自己也没有吃药 他自己就长胖了 单纯的就是发胖减肥药也没吃过 但是呢就是说没什么用 也不像传闻中的那么离谱啊 就是说家里有十道方案 就是对于之前这个很多人所怀疑的是 这个也做出了一个否认吧 就是说自己是女的啊 不过这个回应呢很多人就是大跌减轻啊 因为大家一直认为啊他是男生 没想到啊他竟然是女生啊 有人觉得非常奇葩 也有人觉得就是说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嘛 没有就是说影响到别人啊 不应该就进行这么一个指指点点吧 后来他表示嘛 就是说不会就是拨眼球了 未来就是赚钱嘛 只想好好的生活 感谢大家收看吧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